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早晨 我是鍾敏玲 歡迎大家來聆聽主聲2024系列 11月8日 經文是《耶利米哀歌》第3章19-33節 題目是《從哀名到讚美》 猶大王國最後的日子是淒涼和災難性 公元前597年猶太人第二次被老至巴比倫後 巴比倫王尼布格尼薩,立西底加為猶大王 西底加統治直至公元前586年猶大滅亡和耶路撒冷被毀 這次尼布格尼薩燒毀聖殿、宮殿和重要建築 猶太人大規模地被老至巴比倫 大王朝現在已結束 從公元前627年到公元前586年 耶利米是上帝給猶大人民的先知 他目睹了人們頑強的罪孽 並為失去神的國度和聖殿而哭入 然而在深深的悲傷之中 他對猶大的拯救表現出一線的希望 耶利米是一本書法哀詩的詩集 共有五首 在他的哀悼中,他僅僅抓住神的愛、憐憫和信實 他滿懷希望,堅持等候神,繼續尋求神 今天的經文是在苦難中保持持久信心的一個例子 讓我們回到耶利米愛歌第三章十一、十九節至三十三節 耶和華求你紀念我如欣陳和苦膽的,困苦困逼 我心想念這詩,就在裡面幽門 我想起這事,心裡就有指望 我們不自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池外 是因他的憐憫不自斷絕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他的 耶和華必施恩及他 人仰望耶和華,靜默等候他的救恩 這緣是好的,人在幼年負額,這緣是好的 他當獨坐無言,因此是耶和華加在他身上的 他當口貼塵愛或有指望 他當由人打他的塞鴨,要滿受凌辱 因為主,必不永遠丟棄人 主須使人憂愁 還要照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因他並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憂愁 首先,耶利米記起他受的苦難,漂流,苦毒和苦膽 第十九節 當約雅敬作王時,耶利米將耶和華所吩咐的話呈獻給王 並記錄在書卷上 約雅敬卻將書卷展碎,刁入火裡 可參考耶利米書36章第九節 第22至23節 至西底加作王時,耶利米被囚禁 他一生遭受侮辱和謀害 他的敵人無緣無故地追捕他 並且試圖在坑中結束他的生命 可參考耶利米書37章第16節和38章第6節 耶路撒冷淪陷後,巴比倫軍隊的一位軍官釋放他 新約的仕途布羅也記得他所有的苦難 他在哥林多後書11章23至29節中列出他這些苦難 除非一個人處於失憶狀態,否則很難忘記創傷的經歷 我個人在生活中經歷過一些創傷 若無神的醫治,就很難消除這個賭罪回憶和惡夢 我對耶利米有同感 其次,耶利米記得神是誰? 我想起這時心裡就有指望 我們不知消滅,是出於又話諸般的慈愛 是因他的憐憫不知斷絕 每組神,者都是身的,你的誠實極其廣大 21至23節 神向他的子民遵守他的慈愛永約 如果神沒有這樣做,以色列民族就早已被消滅 他們不值得上帝的憐憫 因為他們是首先違背了聖約 但神是有恩典、有憐憫、信實的 神是始終如一 好像每天早晨升起的太陽一樣 耶利米重複說 主需使人憂愁 環繞他諸般的慈愛發憐憫 第32節 耶利米知道他可以信賴上帝不變的品格 我們也可以信賴上帝 第三 如何從哀嘆轉為讚美 這需要耐心有三個字 等候、尋找和希望 在這個提倡即時滿足的世界中 等候並不容易 耶利米在第26節說 靜默等候他的救恩 這原是好的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如果我們不安靜等候仰望神 我們便容易自己尋找救贖的途徑 我們諮詢了太多人 我們在網路上尋找太多資料 但如果我們安靜地等候 上帝便會讓我們度過悲傷和痛苦 耶利米說 他當獨坐無然 因為這事耶和華 加在他身上的 第28節 透過探討我們遇到困難的原因 我們同意神的作為 並且信服祂的智慧 我們由人打我們的念 讓自己滿受凌辱 第三十節 又為何會這樣呢 保羅在羅馬書第五章三至五節說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 因為知道患難生忍來 忍來生老年 老年生盼望 盼望不至於羞恥 因為神所賜給我們的聖靈 將神的愛囂灌在我們心裡 現在當我們知道我們的苦難是神所允許的 神在看著我們的時候 我們便能堅持下去了 我了解到 即使我失去了朋友的愛和接受 或者社群中人的友善和尊重 或者我在專業圈子裡的聲譽或美名 我仍然是上帝心愛的孩子 我仍然屬於為我而死的基督 我仍然有內住的聖靈 祂永遠不會丟棄我 我在上帝眼中仍然有價值 有了這份無法取消的盟約 我便很有安全感 我不再需要些什麼 我感到非常平靜和滿足 我很滿足地知道 即使我失去一切 我擁有了我再需要的所需要的一切 就是與神聖三位一體的神同享的生命 沒有人可以奪去 這成為我的性格 這成為我永遠的希望 靜靜等候默默尋求神後 希望便變得踏實了 堅定了 所以如果我能夠在幼年時 學會承受苦難的枷鎖 這就是一種寶貴的收穫 可惜直到最近幾年才了解到這一點 然而我很慶幸自己 認識了那位不甘心使人受苦或憂受的神 所以凡事我都謝恩 親愛奇妙的神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完美的 你本身就是完美的 在最黑暗的時刻 你是永遠閃耀的光輝 在焦慮和絕望的時代 你帶來歡樂和希望 即使在你的刑罰中 也有你狂野瘋狂的愛 你是一位了不起的神 我將我的一切奉獻給你 作為回報 願你讓我分享你的創造力 願我的一切和我所做的一切 帶給你美麗的微笑 我奉耶穌基督榮耀的名 祷告 阿門 被愛憂愁不會難倒我們 因為在絕望的當中 我們找到希望 我們的舊主仍然活著 完全祝福大家 我們明天見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視頻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再按一下響鈴圖標 你們就會開始收到 每天上傳的視頻通知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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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